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另外还要带上Late Payment Notice的副本和租约的副本 Late Payment Notice有几种送达方式 有一种是certified mail 有一种是单面递交 也就是单面给到住客 这些都要留证据 驱逐程序呢 可以房东自己进行办理 就像我这样 先给住客发Late Payment Notice 之后呢 再填表到窗口进行付费 这边的费用是134块钱 有一个签名呢 是必须当着工作人员的面签的 建议大家来窗口办事都要尽早过来 这边的收费的系统的话 三点半就截止了 也就是说你如果三点半以后呢 虽然还在上班 但是他收不了款 那么又要另外再跑一趟 这边信用卡是不收的 只收现金或者是支票 要带ID哦 再等他录到系统里 这个就是他们录到系统之后的收据 开庭时间是16天后